仆人精快第四战,0比3的背水一战,逼出攻防一体权力战。 半场31分,有如鬼神的表现,化成无双战神。 各种背框强攻精快禁区,坦克切入强杀篮下,连续命中3分弹。 燃烧近乎48分钟,狂砍40分时篮板9助攻二超结。 防守靠老瞻指挥,攻守转换也靠老瞻发动。 在背水一战,人看到38岁的老瞻,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。 一人带动全队的气势,一路拼道只差两分。 那股侵略性,企图心,拒绝被横扫的态度。 不禁让人联想起五年前那位,以一举致力将骑士带进总冠军战的183。 即使爆发力与速度已不复当年,但球在他手上就是能稳定军心,这点从没改变过。 不幸的是最后一击没能上演奇迹,终究还是三鹰战旅步,双犬难敌四手。 湖人中长以111比113遗憾输掉了西区决赛,被4比0横扫出局。 不可否认,金块确实是整体实力更强的那一支队伍,周克加姆瑞就是那么的稳定。 老詹赛号也说道,这支金块是我与AD连手以来遇到过的最强球队。 而这场湖人除了老詹,只有Reeves与Sroder打出亮眼表现是不够的。 AD虽然防守很扛,但在禁区拿不到球难以发挥长处。 迪安之后的四场比赛下来场均只有6分,不堪重任。 他们遇到绝境第四场才辩证,为时已玩。 相对的湖人在季后赛也收获不少。 尤其是Reeves,巴村这两位能顶住压力扛大局的大心脏球员。 先说Reeves,他在这场比赛的表现还是那么的稳定。 上场41分钟,就与超高效率11投6中,砍下17分2篮板3助攻。 各种游戏区跳投,节奏变换造杀伤,高难度2分出手。 甚至用一记鬼赤切入,高难度后仰跳投,单刺Gordon。 完全打出相当于球队三当家的水准。 进攻端不只强势主动,防守端也屡次出其不易。 要知道Reeves力行赛的场均13分3篮板3.4助攻, 3分命中率40%,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表现了。 到了季后赛,更是宛如骑兵打出身价。 从第一人到西区决赛这16场比赛中, Reeves可是搅出场均16.9分4.4篮板4.6助攻, 44.3%的3分命中率。 场均能命中2.4颗3分球。 关键时刻也总是能回应球迷对他的期待。 出入NBA第二个赛季,就能在季后赛展现真实力, Reeves下赛季肯定要留住的。 而巴村虽然本场比赛效率不好, 12次出手仅命中3球,只有10分进仗, 但不可抹灭他前三战在攻防两端的巨大贡献。 进攻端能利用自身优势强攻尽快进区, 出手胆时也成长许多, 还能屡次稳定命中招派中距离帮助球队。 防守端还能利用下盘顶住周克, 守周克守得相当不错。 这轮系列赛搅出场均15分2.8篮板0.8主攻, 整体投篮命中率高达60.5%。 巴村已经蜕变为老三身边最重要的帮手之一了。 只能说胡人能走到西区决赛, 巴村功不可没。 另外值得一提是TT, 他确实还有油。 闯荡联盟12年,经验丰富, 屡次进区硬扛周克, 在游戏区做苦力,对抗性展露无遗。 即使被冒1点名单打也是都有跟到位, 脚步完全没有被冒1晃开, 真的令人惊艳。 不只如此, 掩护也很扎实。 帮老三做一个挡拆掩护, 挡了高达顿后, 老三就是直接一记轻松上篮。 只能说TT虽然32岁了, 当替补中锋还是可以的, 那掩护品质大概也是胡人正中最好的了, 完全就是老三专用的挡人神兵。 总之, 胡人这季用新教练家交易后的新阵容, 能从附加赛打到西区决赛, 确实很不容易了。 走到这里, 一方面也确立了未来核心。 那就是一个第一, 老三、八村、Ribs的四人当基地去补墙其他位置。 另一方面就是, 非常需要帮AD补个人卡位做出活的替补中锋, TT或许可以留下来。 最后希望来记Ribs, 以及八村能继续成长, 撑起胡人未来的稳定人体。 期待下赛季的胡人吧。 那么今天的节目先聊到这边, 我是金, 我们下期再见吧。 大家坐下来。 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